民进党首场公投说明会即将在本周六登场 润云现在扶院党动员 包括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 桃源市长曾文灿都会亲临演讲 原本的场地还选在中央大学举办 没想到却被国民党批评 根本是政治进入校园 民进党又紧急把场地换到了三名运动公园 润云现在针对了四大公投案诉求 提出四个不同意 还有主视觉 不过在核四公投案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大酸 本来就是科学题目 却搞成了政治题目 不知道怎么来收场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总统清征公投说明会 民进党政府推出主视觉 四张公投票拳头不同意 组成四个直角箭头 公民一臂之力叠加 成为一个大叉叉 原本选择桃源当作第一站 为了防止沉杠团体太容易进入 办在中央大学里 却立刻引发反弹 拒绝政治进入校园 放过中央大学 可以在很多地方办 但是请不要让政治进入校园 借一个中央大学的校园 其实是借校园而已 简单的一个行政程序而已 千万不要多虑 民进党这头急转弯 给出解释 却是说公投讯息 说明会发出后 报名者太多 中央大学原场地 配合防疫规范 只能容纳500人 将改到桃园三民运动公园举办 中央大学也发出声明 强调原本只要活动 不违反社会善良风俗 对活动细节不会干预 但主办单位撤回借用场馆 本校同意取消借用 你2025又把核电停掉 这下麻烦了 他本来就是科学的题目 是你们把它搞成政治题目 现在惨了 人家不晓得怎么说惨 台北市长柯文哲 议会被寻再抢旅营 目前首长 公投说明会 在周六上午10点登场 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灿 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将清零演讲 接近中午10分 中动蔡英文将会压轴登场 服务院党总动员 要在这场公投大战 打抢第一战 接着从五强五强三 台北到